主席 国民党中常会 提到说我们都听 舰队司令跟总统的命令 那当然 我们现在有关退伏 之处的一个改革也是朝野 大家都相当关心的一个议题 那我要请教一下 就是说 那个总统或者是 这个 黄 这个人事长 到目前为止总统或者是 院长有没有改革的方向 改革方向是什么 跟那个委员报告 就是在 23号 就是刚才 我现在问你方向 不是在问你开会 这个是年终未问金 那整个退伏之处的改革 有没有方向 现在有没有 这个总统院长召集会议 或者经监会召集会议 那准备就这个部分进行改革 报员这个人事行政总处 没有 没有 啊总统呢 舰队司令呢 有没有下令啊 舰队司令是 陈院长 对啊 我知道 所以我说总统跟舰队司令啊 有没有下令要开始讨论啊 没有收到任何讯息 没有还没有收到讯息啊 跟委员报告 有关退伏的这个部分啊 基本上是权虚部的 我知道 所以他在旁边嘛 对不对 所以人事处的 我们人事总处的处长到 目前为止 人事长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收到总统或舰队司令的话嘛 对不对 没有没有讯息 好那个 我们的部长 那个请回 那个部长 你们送到这个行政院 那也 行政院也这个同意啊 我们这个考试院所提的公教人员保险法 这个部分 这个是退普改革的一环 对 这个没有错吧 对没错 是你的认知 行政院的认知 讯息都很清楚说公教人员保险法 这个是改革的一环 对不对 那改革的目的是什么 第一个公保年轻化 这个是手段嘛 第二个手段是年轻化嘛 输解一关公保的财务压力 你说什么 输解公保的财务压力比一次领 对对对对 一次领 当他财务压力会减轻 他分年以后分年去与国分 然后第三个 实际上最主要就是说对于所得财务压力 就对于公务员 实际上我们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所得财务压力 不超过80 这里面除了公保年金之外 再加上退休所得 这两个不能够超过当时限制人员 百分之二的80% 所以这个 部长 我就是要跟你请教这个问题了 所谓的这个退休所的替代率 你的定义是什么 退休所的替代率在公保法里面就是 一般的职业别 这个不管是劳保 或者是国民年金 他的替代率怎么计算 实际上每个计算计算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 所以我们必须要整合 你必须要整合 你必须要整合 必须要趋一致 计算应该是趋一致 所以简单讲一般 所有的不管OECD的国家 全世界所有的国家 在计算 退休所的替代率 他是以总退休所的 除以定值限制的待遇 也就是说当时退休的薪资 当分母 然后他所领的退休金相除 那这个算出来是所谓的所得替代率 所以假如以行政院 或者是我们考试院非主管而言 我们公务人员退休法里面 因为32条定义的限制所得是本凤的两倍 跟在职待遇 也就是说本凤专业加几年终奖金除以12等等这个加价 到底是哪一个比较大 你的了解 所有的值等 五值等以上 哪一个比较大 本凤两倍比较大 本凤两倍比较大 所以你的限职所得 你的限职所得 本凤乘以2 是大于你的在职待遇 简单讲是这样 你也自己承认 所以你在计算 公务人员退休法 有关的替代率的部分 那为什么你分母用本凤乘以2 因为限职法里面明定的 公务人员退休法里面 你应该是用 你应该是用在职待遇来明定 比较符合整个退休的状况 所以现在回归过来说 那你当时为什么要用这个所谓的限职所得来定 你用限职所得 我的估算 我现在试算过所有这些 这个值等的这个 这个试算 大概 在职待遇 大概差不多是本凤的1.7倍 到1.6 那有了1.8 大概平均大概是1.7 你的限职所得大概是本凤的2倍 那换句话说 你在计算替代率的时候 你的限职所得 比你的在职待遇 从1.7增加到2 所以你当然分母 你的这个所谓的限职所得增加 那你的分子当然会增加 所以他领的退休金就会高 所以这个根本我认为 你这个根本是在玩数字游戏 对不对 你把分母做大分子当然做大 那分子做大领的钱又越多 所以我要很简单 我要不改不变动 不变动这个所得替代率 我都还是定百分之八十 假设按照你的版本百分之八十 那我分母现在本凤把它定乘以三啊 那我所领的这个 所得月推进我当然也是乘以三啊 不是吗 同样的这个同样的一个标准嘛 或者是说分子不变 那我所得的替代率好像变模式一样就把它降低了啊 我想这一次 我跟陈委员报告就是说 这次我们整个退休制度改革 像这些问题我们都会纳入考虑 你当然要纳入考虑 我一定会纳入考虑 你一定要纳入考虑嘛 对不对 所以你也认为说本凤城二这个部分要检讨 对不对 本凤城二现在是目前公务员退休法里面 明定从八十四年开始就这么定 对嘛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那你也同意我的讲法 那我说要改革 那你又不同意我的讲法 我同意你的讲法 就是说现在目前就是本凤城二 这是公务员退休法里面所明定的 这个部长 假如改革 我们现在这个改革活我一定会 所以假如要改革的话 这个本凤城二这个部分 你要把它做一个调整嘛 对你也同意嘛 我们会做一个神圣的检讨 你不要那二又调到2.5啊 对不对 不可能是 不可能 对不对 又把好像看起来账面上 所得替代一个降低 不会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这个 这个部长你要坚持 对我不会 你应该是要订定一个比较符合 能够跟其他职业别 对 有关的这个所得替代一个 一致性的一个比较标准 这样是比较合理嘛 那我就回头过来 请教一下部长啊 有关这个公教人员保险法里面 他在计算 公保年金的 不可能现在是一次退嘛 这个一次这个资领嘛 对不对 那你把它改成年金之后啊 假如以35年来做计算的话 他的给付率是0.65 乘以35是22.75 这个是在乘以他的这一个所谓的平均 三年的平均本凤 那除以分母本凤乘以2 你觉得这种计算方式合理吗 我签一下我们理事长的 这比较细的问题 这个怎么会细 这个最核心的关键就在这里啊 这个部长 这个最关键的部分就在这里啊 你等一下 仔细听 我仔细听 报委员这个 养老年金啊 哎 你简单讲我的时间有限 我的时间到了 在处理上都是纯粹处理我们公保的部分 对对 处理公保 退休那一块的部分 我知道啦 你不要跟我浪费时间 你就直接回答我刚刚的问题嘛 那现在22点 22.75 其实实际上反对就是只有11.375 怎么会实际上只有 你算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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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以二嘛 什么呢 除以二 那个部长 这个 这个 魔鬼就藏在细节里面 这最不公平的地方是在这里 我算一次给部长看 部长 他的计算方式啊 是前三年的平均本凤 乘以0.65乘以35 然后再除以分母 本凤乘以2 所以你假如不计算他的给付率 跟他的年支 你光是前三年的平均本凤 除以本凤除以二 这个就被扩大两倍啊 不是吗 对不对 你因为你平均三年的平均本凤 一般公务员退休 最好三年 跟最好的所谓的平均这个 这个这个本凤啊 其实这个数字我查过都差不多啦 刚才说你分母带给他 给他乘以一个二啦 所以变成说所得TDA率原来的22.75 才是比较接近我刚刚跟部长所讨论的 这个有关所得TDA率反映真实的一个状况 没有啦 他算实际所得只有11.375了 那你这不是11 我就算给你听啊 就是我说最后三年的平均宝缝 对 乘上0.65 对 乘上35年 对 就是22.75嘛 对 22.75因为我们是用一个本凤的一倍去处理的嘛 你本凤 那个三年平均宝缝是只有一倍啊 只有本凤的一倍嘛 对没有错 所以你要反推回来到实际薪水不是要处理二吗 对 对不对 所以22.75除以二就是11.375嘛 你假如用平均所得去计算 你假如用平均所得现在撇开都不谈所谓的这个 这一个平均本凤跟本凤的关系 你用这一个所谓的这种 这个债值的 这个债值的待遇来做计算的话 你这个分母分子的平均本凤跟 这一个所谓的本凤两个人就消掉嘛 因为两个都差不多嘛 所以你消掉你分母给他灌水灌二在那边嘛 所以你的替代率当然 22.75你就自动的往下调了 这一个一半以上嘛 所以这个算出来是假的嘛 不是 我们刚刚讲的是那个 0.65的替代率算出来的养老年金啦 对 实际上就是 那一个部长 部长 部长 来来来 你应该听得懂我的意思 我现在其实要变魔术很简单啊 我现在本负乘以三啊 对不对 你22.75就马上自动除以三啊 我本负乘以四 本负乘以三 实际上我们现在先 我知道啦 我说我说要讲我要变魔术的话 你本负乘以三 分母扩大 那你所得替代率自然就降低嘛 所以现在的关键不是在于说 你所谓的这个所得替代率是多少嘛 问题是说他领了多少钱 原来的他的债质大约多少 他公保年金化之后他所领的这一个公保年金他领了多少 这个才是一个合理的计算的一个基础嘛 对不对 所以你讲 不是 陈文我给陈文报告 因为陈文的时间也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女司长她实际上主管退府的业务也主管十几年了 她在我们退府在全局部 她一直从事与关退府的业务 她担任这个司长也已经有七八年之久 所以她对这个业务应该相当的了解 那会后我们再算 不是 如果假如说真的我们算的公司如果假如说是并不是合理 我们做检讨 这个当然要检讨嘛 对不对 所有的职业别的年金包括国民年金 包括这个劳保年金 在计算 这个所谓的这个替代率啊 都是给付率直接乘以年资 就直接就算出来嘛 对不对 那我们公保做的时候 下面还要放了乘以一个二 那你当然这一个你的所得替代率当然会自动减低嘛 那账面上看起来 诶 所得替代率没有那么高嘛 所以这个部长 对 我们今天 公教人员保险法送来的这一个修正里面啊 其实坦白讲啊 那个80%的屋顶都是假的啦 你自己回去算算看 你这些包括只有一次月退金的人 领月退金的这些人 他的所得替代率很多 假如计算是8% 早就超过80%啊 怎么会只有一个所谓的一个80%的一个上限 这根本不可能啊 你要是按照即便 如果只要超过80%我们只给80% 你怎么会给他80% 他公保有脚背 按照你们自己讲的几副义务跟几副责任对等 你那个0.65的费率还是继续给啊 到时候如果结束超过80%的话 我们只给80% 那超过80%会退回来吗 会退回来吗 不会怎么会不会退 所以这个部长 你们按照现在一次退的这一个公保 你假如再把他年金化 18%也继续 这个几副率我试算过啦 几乎每一个都是九十一百以上 假如是含有这个18%的一个计算方式 大家就超过啦 大家就蹦跌啦 所以那个80%根本是假的啊 如果你知你年金化就不可能知你18% 月退金那个部分他还是继续领嘛 对不对 我现在在讲月退金那个部分他还继续领啊 我不是在讲公保一次退的那个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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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 这个一次退的这个领的几副啊 月退没有18%啦 我知道月退 月退有了有18%啦 那就联制那个计算那个部分 一次退存到公保那个部分本来就有嘛 会后我们再跟陈文 我们再好好再计算一下这个 如果不合理的话当我们去监讨 部长 这个部长啊 你们那个案都要送到立法院来了 你那个会后还要检讨 对 这个部长 那怎么办 那基本上如果假如说 假如说是如果当时算的话如果不合理的话 那到时候当然审查的时候可以做调整吗 部长 那我们这边在我们退府时我们的 所以部长我还是回归到我一开始问你嘛 对不对 你也宣誓说这个是你们的所谓退府支出的一个改革 我看都看在卡尾手里面 对不对 你们在你们的报告里面啊 在我们全序部的网站公教人员保险法修正精神草案里面的讲习资料 还说新制的退休年之以无优存利率 所以以后的退休所得仅是本缝的70%上限 与目前公务人员退休所得差距太大 所以公保阳来9月14年进化之后 可拉近于84年7月1号前后出任公职所得 退休所得 并促进退休所得合理化 哎 你这人现在在说的是说现在的18%没合理 对不对 那你现在的年轻化的一个改革 你又把它回复到说把这些新进人以后跟过去的18%一样拉近一致 那这样不是改革越走越回头路了吗 对不对 不我跟陈委员报告 我们当时在修这个公保年轻化的时候 绝对没有这种想法 你没有这种想法 你做出来的结果就是这样嘛 我请女士长再跟陈委员做记者的报告 部长 你这个坦白讲 你这个根本是 你那个80%根本是玩假的 你知道吗 这根本是像顶楼加盖 这一个 这一个 这个跌床又加屋 越盖越理破 越盖到要都有领18% 然后又继续又这个公保又年轻化 越领越多 这根本是不合理的一种制度啊 对部长 你回去好好检讨一下 再跟陈委员再试 再详细说明一下